大家好,我是虎明星 那在上一节课程当中呢 我们去快速的实现了一个网页 那是用来查询用户列表的一个网页 那在这一次课程当中 我们将去了解到这样的一个网页 它的运行的机制和原理是什么样子的 OK 那在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之前 还是把上一次课给大家留的思考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下来自己去尝试着 自己去解决一下这些问题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上次课留的三个思考题 那第一个思考题的话呢 是模板和静态文件 目前都是放在APP的目录下面的 那如果我想把模板的目录和静态文件 放到项目的根目录下面 应该怎么去做 OK 那这个怎么来操作呢 怎么来操作呢 我可以去把这两个目录 一个静态文件的目录 一个模板的目录 我拷贝到我的项目跟目录下面 那拷贝过来之后 那肯定 我的这个项目 它去运行的话呢 应该是找不到模板 找不到静态文件了 对不对 那我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就需要去单独的配置我的项目 因为降过的话 它是默认 默认是在我们的APP下面先去找 先去找 那你现在的静态文件和模板没有在APP下面了 所以你现在就需要去单独的设置它 单独的设置它 那我们要设置模板的话呢 在配置文件里面有一个Template的一个选项 在这里面有一个DR的一个配置项 我们呢 把我们的目录名写到这里来 目录名 好 我们的目录名呢 是Template 对吧 把它写到了 那另外一个呢 是Stanic Stanic静态文件的配置 静态文件的配置 那它的默认的路径也改变了 我们 要单独的去配置它 它有一个StanicFile下方线DR的一个配置项 那这个配置项的话呢 我可以去 配置我们的静态文件的这个路径 静态文件的这个目录路径 静态文件的这个路径的话呢 我可以把它 写成这样一种形式 这个地方的DR它是需要的是一个圆主 它是需要的一个圆主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把这个圆主给它给内容给加上 注意 这个逗号是必不可少的 这个逗号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这个逗号的话呢 才能够标示它是一个圆主 对吧 你如果是那个逗号少了的话呢 它会有问题 然后我们的目录名是Static 对吧 Static 然后我这样子去改号之后 好 改号之后 好 再把这个服务重新启动一下 然后去刷新一下这些面 好 你会看到它重新的又去找到了我们的这个项目 又重新的去找到了这个项目 OK 好 这个地方的这句代码 这句代码的话呢 它是把我们的那个Static的一个绝对路径 给它找到 你们可以自己把这句话通过Print把它输出来看一下 你就明白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了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好 第二个问题的话呢 第二个问题的话是 目前我的APP的URL是直接定义在工程目录下的URL.py 我想定义到APP下面 就是说 我们原来的URL 那是直接写在工程目录的URL.py下面 但是呢 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有一些缺点 那就是当我们的网页项目比较复杂的时候 你可能会有很多的URL需要配置 那如果是这样你全部写到这一个文件里面 它就会非常的内容非常多非常繁杂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把URL呢分配出去 比如说我的HELLO的APP我就写HELLO相关的URL 对吧 我还有其他APP的话呢 我就把其他的APP 也定义一个URL 然后在我的工程目录下面呢 去引入它就可以 那这种方式怎么来做 这种方式怎么来做 这个地方 其实在这上面它给你详细的举了一些例子 它的注释里面就写一些例子 那这个地方第三个 第三一个的这个例子 就是讲的如何去引入其他APP下面的URL 我们这时候会用到一个叫做include的方法 好include的方法 那引入这个include的方法的话呢 好 这句代码就不需要了 我们 好 好我们这个地方在定义URL的时候 在定义URL的时候呢 就去引入 我们 HELLO模块下面的URL 好 就是就从这下面去引入 就从这下面去引入 好 但是呢 在我们的HELLO这个APP 注意这个是APP名字 然后这个是URL的那个PY的那个模块名 好 但是在我的这个模块下面它现在是没有URL.py的对吧 没有URL.py 好 所以我可以呢 在这个 好 在这个HELLO下面呢 单独的去增加一个URL.py 增加 增加过来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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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在这里面去 把我们的VU导入进来 把它对应的函数 给导入进来 好 好 我们可以这样 好 有的同学可能对这个什么多乐符号 对吧 这个向上的小三角形的符号不是很了解 我们在后面的这个课程当中会给大家介绍到 好 这其实是一个正者表达式 OK 那我这样写好了之后呢 好 我这样写好了之后 我的这个 我在工程目录下的URL.py 统一的去引入 统一的去引入 我们HELLO的这个APP下面的URL.py的那个模块 对吧 那这样我们改变之后 这样我们改变之后 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有没有错 OK 好 没有错误了 对吧 没有错误 然后呢 我们再来刷新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代码依旧是可以运行的 没有影响 对吧 没有影响 好 但是呢 我们把URL是相当于做了一个分离 做了一个分离 好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好 第三个问题 模板渲染的过程 模板渲染的过程 静态文件引入的标签最终变成什么了 我们在我们的模板里面呢 是有引入到这样的一些标签 那比如说Stanik的标签 然后引入对应的CSS JS的代码 那这些标签最终变成什么了呢 好 我们可以去查看网页原代码 那你会看到它其实我们的这个标签名 我们的那个标签 它去引入了相应的经贷文件之后呢 那它被翻译成这样的一个地址了 对不对 这样的一个地址 那这个地址是怎么拼接来的 我们在我们的setting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Stanik URL 那这地方呢 有一个Stanik 定义了一个Stanik的一个路径 就是静态文件的路径 路径 那所以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地址 它其实是通过 Stanik的URL 前面的半截呢 是Stanik URL 后面的半截呢 是我们在Stanik标签里面所写的这个内容 它生成的是这样的一个 http的一个绝对路径 然后呢 能够访问到我们的网页内容 OK 好 这是第三个问题 好 那在了解了这个问题之后的话呢 这三个问题之后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它的一个运行的模式 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代码 网页代码 它是如何去运行的 那说到它的一个运行的模式 运行的机制的话 我们就需要从一个比较出名的MVC的模式说起 那说到这个词语的话 那有的同学应该有听过 就是说我们在开发项目的时候 开发项目的时候 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 开发项目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 它会设计到很多的东西 很多的业务 很多的代码 那我们如何有效的去组织这些业务和代码 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那所以就有一些这个 这个开发模式 把我们的这个业务代码呢 它能够去很好做一个规划和规划和管理 比如说这个地方提到的MVC 那MVC它其实就是指的 把Web应用分成了模型 好 然后呢控制器和视图三个层次 然后它们之间以一种插件的方式 松偶合的方式去连接起来 那比如说模型 它只是去负责我们的数据库相关的操作 试图呢 它负责和用户的交互 也就是我们的页面 界面 然后控制器呢 就去实现我们的业务代码 实现我们的业务代码 所以它的整个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呢 是这样子的 就是一个Model 一个Country 一个View 一个View 它们之间是松偶合连接在一起的 但是这种方式啊 这种是我们在很多 不管是在Java还是Syself里面 都经常会说到MVC的框架 MVC的这样的一个开发模式 那在Jungle里面啊 它其实也是类似于这样的一种方式 只不过在Jungle里面呢 它不是叫MVC Jungle里面 它自己取的一个名字是叫MTV MTV 这种MTV的模式啊 其实和MVC的模式是类似的 是类似的 那这个地方 它也是为了各个组件之间 它们之间的一个关系 是松偶合的一个关系 那比如说 这个地方的MTV 提到的呢 依然是模型 也就是我们的Module 也就是我们的Module 那这个Module的话呢 它就是负责去核数据库做一些操作 它的整个操作过程是通过一个叫做对象关系映射的技术去实现的 我们简称它为OIM 好 OIM 所以你们 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们之前写的这个项目 我们之前写的这个项目 那这个VU点PY里面 我们只是去写了这样一句代码 就把数据库的内容给查询出来 我们没有像你们在学MySQL数据库那个时候 要写那个SQL语句 对吧 我们没有写SQL语句 我们直接写了一个这样的代码 就把数据查询出来 那它是怎么去查询出来 它就是通过这个OIM 那由我们的模型去负责这个事情 好 这个模型是什么呢 这模型是什么呢 模型就是我们的Module 就这个东西 Module.py 当然在我们之前的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的这个Module.py 是没有定义任何东西的 对吧 没有定义任何东西的 我们之前的那个例子用到的内容是从 它原有 就是我们将过原有的一个Module 里面去引入的这个User 对吧 从它已有的Module当中去引入的 好 那这个就是模型 模型 那你们可以理解上跟数据建的一个模 然后呢 这个它专门去负责数据库的相关的操作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T 那T的话呢 是代表模板 也就是Template 代表模板 这个模板的话 它是负责去把页面展示给用户 那也就是我们在项目当中 定义的这个Template的目录下面 所放的这个东西 那它是负责去渲染 并且给用户显示结果用的 好 这就是T 然后还有一个V 好 V的话呢 是代表视图 也就是我们的VU 那这个VU的话 好 这个VU的话呢 那其实大家也应该能够联想到了 那这个VU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的 主要就是指的我们的VU.py 好 这个模块 这个模块的话呢 它主要去负责业务逻辑 就是我们要有什么样的业务操作 那这个业务操作的代码呢 是写在这个模块里面 写在这个文件里面的 OK 那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需要实现业务逻辑的时候 我们肯定要去调用数据 对吧 所以我们会去调用到前面的这个module 调用这个module 我们还会在处理完数据之后 我们可能会需要去页面显示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Template 也就是这个模板 OK 好 这是它的一个MTV的模式 然后除开了这三个关键词之外 其实的话呢 我们还需要一个UIL的分发器 就是我们的那个路由配置文件 UIL.py 它是它的作用呢 是专门去定义页面的请求地址 然后把这些请求的地址呢 和我们的VU进行关联 然后呢 当用户去输入相应地址 发出访问的时候 就提交给相应的VU去进行处理 好 OK 所以你看一下我们刚才的这个例子当中 我们在UIL.py里面 是不是就去定义了相应的UIL 对不对 我们在UIL.py这个UIL的分发器里面去定义了网 网页地址 那这网页地址和谁关联 和VU的一个具体的处理的函数去关联 就是当用户去访问这个地址的时候 就是当用户在页面当中去输入这个Hello的时候 去访问这个地址的时候 那它其实就会默认的去 访问我们所关联的这个VU的处理函数 那具体的业务处理 它是在这个VU里面去完成的 就在这个Hello里面去完成 这个Hello呢 这个Hello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VU里面 我们定义了这个Hello的函数 那这个地方的业务比较简单 就是去取一个数据 对吧 好 这一句代码呢 是去调用了Model 访问了数据库 那访问完了之后呢 我们取出的数据 数据是不是要把它渲染到模板上面去 所以我们会用到一个Reno的方法 那这个Reno的方法 就会把我们所取得的这些数据 这些变量呢 传递给我们的模板 然后模板呢 再通过 再通过 我们的这些标签 比如说 波循环的标签 去把这个列表 便利出来 便利出来之后呢 再通过这个变量的标签 去把我们的 想要显示的内容 显示到模板上面 好 这就是它的一个整个的过程 整个的过程 所以这个地方 总结了一个图形 总结了一个图 那 这个图的话呢 非常的明了 非常的明了 就是当用户去请求 当用户去请求 我们的网页地址的时候 那这个网页地址 它是首先经过一个叫中间键 好 当然这个中间键呢 你们可以先不用了解 好 这个是属于进阶的内容 在后面进阶的课程里面会去讲到这些东西 好 这个中间键的定义 这个中间键的定义的话呢 可以提一提 就是在 我们的配置文件里面 看到没有 有一个中间键的配置项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配置的相关的一些中间键 好 这中间键具体干嘛的 就关注后面的课程就可以 好 就是当我们有一个请求之后呢 首先是中间键进行处理 中间键处理完了之后 然后呢 请求 到我们的这个UIL的分发器 也就是我们的那个路由配置文件 那在这个地方 他会找到对应的UIL 找到对应的UIL之后 这个UIL和哪个VU 函数进行了关联 那他根据这个UIL的定义 去找到相应的VU 找到相应的业务处理的方法 根据这个业务处理的方法的话呢 这里面就会去执行相应的业务逻辑代码 业务逻辑的代码 很大的程度上都是 去取出相应的数据 然后把数据呢 再渲染到模板上面 对吧 然后他的一个结果处理完了之后 一个结果处理完了之后 再返回给中间键 然后中间键呢 再返回给用户 再响应给用户 所以他的一个整个过程 就是这样子 就是将过他的一个运行原理 运行的机制就是这样子 OK 好 这是这个图 大家一定要记得 一定要记得 好 就是这段文字 是对上面的这个一个解释 大家可以去看看 好 这种模式 这种模式的话 这种模式的话呢 它的一个好处就是 让我们的每一个 组件之间 它们的功能呢 都是做了一个分工 而且这些分工呢 非常的明确 对吧 好 我是做什么 你是做什么 然后我们之间通过数据的传递 去完成 协作完成一个功能 那这样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比较松偶合的一个方式 就是当我们要有代码去改变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去改变特定的组件模块就可以 不需要所有的地方都跟着一起改变 OK 这是我们的整个的请求过程的一个机制 然后这下面的话呢 是关联到我们具体的这个文件上面 那这个具体的文件的话呢 其实和之前给大家讲的这个是一样的 好 就是我们的MTV MTV M呢是model.py 它的一个数据处理技术是OIM 然后Template Template的话呢 是模板 也就是我们的T 它关联的是我们的HTM的模板 以及表端处理的技术 Form Jungle里面还有一个Form 这个后面也会讲 还有一个是VU.py VU.py是处理业务逻辑代码的 它里面的话呢 主要有一个URL的一个分化器 还有呢一个请求的对象和Response的对象 就是我们请求和响应 它都是有对象存在的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的VU的这个方法里面 它会有一个叫Request 当然有的同学说 哎呦我没有看到Response呢 好没有关系 我们在后面的课程当中呢 会讲到这个东西 OK 好这是 好这是我们这一次课的一个主要的内容 主要的内容 好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哈 给大家还是想一想一个思考题 好这个思考题的话呢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刚才呢 去通过Include 引入了我们的这个 Hello的APP下面的一个UIS的模块 对吧 我们这个是通过Include的方式去引入的 好 那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的这个Admin 它也是一个模块 它是一个后台的APP 后台的APP 只不过这APP是 将过自带的 为什么它在引入它的URL的时候 它没有用Include 而是用的这种方式呢 OK 我把这个问题先抛出来哈 你们自己去想一想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 就先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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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